露出殘忍笑容 这是凯凯在前保姆家的 嬉闹影片 当时的凯凯 活泼可爱又爱笑 更不怕声跟其他孩童互动 被大人们捕捉下 这天真烂漫的模样 网友星腾在网上释出影片 表示凯凯在前保姆家 还白白胖胖很开朗 却在转戒后 碰上恶劣保姆遭女生亡 不少人感伤凯凯小小生命 就此陨落 现在有市民在台北市府 已经新北市府的广场 发起行动替凯凯献花哀悼 台北市府广场墙壁上 贴满民众对凯凯的祝福 写下凯凯请把背伤 留给我们 带着我们的祝福 在一天遨游 不止台北市新北市府墙面 也被贴上卡片和鲜花 行动从3月17号开始 连续三周的星期天 就连远在国外的台湾民众 也在北美发起活动呼吁 希望能替凯凯尽一份心力 等一下我到你们就跟他说 住新家咯 亲友表示凯凯10号 在阳明山进行花葬 后世有圣性人士无偿负责 只是凯凯4岁姐姐参与时 却说出弟弟怎么住在土里 令大家听了笔拴 现在也有网友透露 自己小时候 曾被保姆妹妹照顾过 当时保姆妹妹在托儿所 叫做Judy老师 网友不仅会去保姆妹妹家吃饭 姐姐也对她很好 父母还曾经参加婚礼并合照 虐头案曝光后 网友很错愕 表示自己在杀人犯底下呆呆活着 更难过一直错误感激 一个丧尽天良的人 案发至今 保姆丈夫和儿子依旧身影未出面 保姆丈夫的计程车 更被人丢鸡蛋泄愤 下去警方加强巡逻 避免不理性的民众 做出违法行为 凯凯案从国内烧到国外 希望能替开开发生好好送她最后一程 三内新闻至少的学生员台北仓报道